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 拥有两千多年伟大历史的商贸制度 在新冠疫情弥漫的第三个年头 继续支撑着中国实体经济最后的尊严 在疫情的持续打击下 在网络经济的疯狂吸血下 2020年至2021年 中国倒闭的中小型实体企业超过70万家 注销的个体户更是接近500万户 大量从业者失业破产 中国实体经济遭遇了历史上规模最空前的一次萧条 老师你好 哇 我好激动啊 我真的 这个 我刚说我去见所有明星都没有这么激动 我现在好激动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那个河北的当地的一些 那个特色农产品 所有女生们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面膜该如何选 一套这其所有又有保湿又有稳定又有化量又有明显 这次我将带上我所有的资源 包一 整个 双十一 我宣布 双十一 正式 起航 一 被风陪到你了 淘宝 抖音 快手 威亚 李佳琪 新有志 这些中国直播带货行业的头部主播们 一场直播就可以轻松卖出几亿 甚至十几亿的惊人销售了 他们在资本力量的帮助下 在新冠疫情的助攻下 让憎恨直播带货的实体从业者们 几乎放弃了抵抗 广州珠江边的十三行 是中国最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在疫情爆发前的巅峰时期 这里每天进出货物将近一万吨 人流量达数十万人次 商业辐射面远至全球广大地区 严禁直播带货 曾是坚守实体批发的十三行不可撼动的信条 但如今 这里的大部分商户 不得不缴席投降 纷纷加入了直播带货行业 抖音快熟等短视频直播平台 已经成为了如今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在资本和流量的诱惑下逃避着枯燥压抑的现实生活 观看着和拍摄着形形色色的碎片化视频 他们渴望成为网红 赚到钞票 找到心灵寄托 或者仅仅只是打发时间而已 在当今中国 拥有了网络流量就等于拥有了财富 而开放包容 商贸业发达的广州 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国的直播制度 但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疯狂发展后 短视频直播行业也即将迎来2022年的寒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后香 外号鸭子 这个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底层青年 因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三年前来到广州 加入了快手网红二驴的会下 成为了一名招商主管 江湖一号 金光在高冬 不怕岁月走 上岁灿烂 留下水一号 位于广州西部金沙州的这座万达广场 是鸭子如今的大本营 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鸭子 试图带领我们真正的了解 短视频直播这个行业 这座万达广场 汇聚了几十名与鸭子 有着相似经历的直播带过从业者 他们大部分都是北方外来人 尤其以东北人居多 快手上的粉丝 老铁和家人们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要F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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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FG公平打FG 要GV公平打FG 要GV公平打FG兄弟 要每个 之前的公平打FG的 我放到FG的 要FG的后来 我来 收到门 这个办法是要FG的 那要FG的呢 FG后来放到整体来 马上挂上了 挂上了 我这某证明显示呢 如今的鸭子 已经不只是网红手下的一名打工仔 他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店铺 成为了老板 很多快手平台上的网红 会选择与他合作 来到店里直播带货 我最早是在北京服役 之前是一名军人 退役之后呢 我去了中生建十三局 就是在北京 也是在北京 当时的收入是每月 五千块钱 然后一个偶然机会呢 跟那个屯哥 就跟我这个朋友 喝酒 他说要来广州发展 那广州发展呢 就来到了这个 现在这个公司 就是 鱼哥这儿 一个偶然机会吧 我来到这个招商部门 你懂什么招商部门吗 这个招商 招商部门跟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招商部门 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招商部门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网红家的嘛 招商部门 他会 对负责 这个招商部门会负责 对接很多的这个 供应链也好 他的厂家 他的厂家也好 包括他的代理商啊 就是 这一系列的 我们负责对接这个 从对接这个行业的时候 正好是网红的最红利息 我现在 当时从当时的每月的收入 从六千啊 到每月的三万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现在你看 我现在一个初中生毕业 买了车 买了房 是吧 你说吧 你觉得汉中 持续下去 很难 因为这个 时代过去 就是每一个东西 我个人记得 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 红利器 一个到它的消失 都有一个过程的 我觉得互联网 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包括 你看 某某平台 我们现在在做 别的 现在在做这个平台 那一样 我们这个平台 也有红利器 也有起伏的时候 对吧 也有消失的时候 跟我最早之前玩 那个平台也是一样的 它会消失的 那你觉得呢 穿上 一到地区就碰他 学啥是吧 那我学啥 这个啊 女的 来 这款衣服啊 福利件啊 朱蒂棉的啊 朱蒂棉的 320克的一个朱蒂 咱那个logo 看的不太明显 看的不太明显 看的不太明显啊 乃道是什么都大的 乃道是现在 现在乃道是 我这就太大了 我这就太大了 乃道这么长 应该是癌的吧 你看两年前 就是网红 是一个 非常火爆的一个 一个阶段的时候啊 不管是9块9产品也好 还是卖59 69 79 甚至更高价格 只要你挂在这个购物车里面 立马就是 抢空了 几万单几万单出 完了呢 那个时候所有的商家 找我们这种主播商务啊 都已经紧破头了 但是从去年 去年开始吧 从公安年 公安年开始 现在你看去年 打一个最简单 去年羽绒服务 卖得非常好 所有的网红啊 都卖 都卖得特别好 导致于呢 他今年去背了很多很多货 包括所有的这些商家都是 觉得 互联网前生 一片似 前生四几 疯狂的去背货 因为年前啊 或者背货不足啊 或者哎呀 感觉没有挣到钱 今年疯狂的背货 然而导致于现在 说实话 压了很多很多 很多商家压了很多 现在都着急往外出 处理这些东西 花钱去处理 哎呀 我给你钱 你给我播就行 你给我直播就行 就是已经 现在已经好几个人 已经找到了 就是 我们这边 就是说 现在哎呀 今年不太好做呀 咋地咋地的 现在是不是一些 就是好像做得不错的品牌 是绝对不会上直播的 嗯 像很多大牌啊 做得非常好的那种啊 它是绝对不会上直播的 因为它会 影响到 这个这个品牌 你看某位啊某区 它基本上都不会上直播的 就算上直播的话 也只是说 那些二手啊 卖二手的这些东西 有回收的啊 有营免什么的 因为它们 现在以很多这种 嗯 品牌吧 也是想走这个 互联网这个模式嘛 所以说也都 也有很多品牌去走 这28年品牌 也去走这个模式 啊 但是也有很多 像那种 嗯 很多品牌啊 某某品牌 我就不说了啊 像咱们路过也有某品牌 基本上有很多都是什么 贴牌 你明白什么贴牌吧 哎 我这个衣服只要不带这个 别的那个 那个这个商家的这个logo 我随便画图案 我贴一张牌 我贴你剩什么牌 就是什么牌 对 我也有合法授权 我只是在衣服上 吊一个吊牌而已 对 贴牌 卖标 从法律上讲也 也不属于违法 嗯 据商家透露说应该是不违法的 他说都是这都是贴牌 啊 咱那有专门的授权啊 咱那 你看 咱那花钱拿着授权 你看看 这一老一少两个网红是鸭子的朋友 二人都来自东北 身上纹龙画虎 充满社会人气息的他们 在快手上很受欢迎 他们大部分粉丝 也都是来自东北的底层男性群体 来 兄弟们 这款假如卫衣一共七种颜色啊 七种颜色 二百八十八块钱 选择 好不好看啊 兄弟们 这一种好不好看 好看打个银来兄弟们 好看吧 好看打个银来兄弟们 好看我们可以打个银来 在直播带货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线 这座万大广场在周末节假日 也没什么人慌顾 大部分店铺都转型为直播带货 而大量贴牌和山寨的服装 则成为了直播间的抢手货 粉丝们怀着对网红偶像的支持而选择购买 在很多人嘴里 那些爱看直播的粉丝被亲切地称为家人们 他们比如说他收到一次货 我觉得不是那边 他下一次他喊满 就是纯是对这个主播的爱 我就爱你我就满 也有一部分这样的粉丝 这样的粉丝占为一半 他就是崇拜嘛 崇拜您当网红 我就喜欢你 我就喜欢你这个 你这你这种人 对不对 我就我就我就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一种崇拜心理 再一个呢 让主播洗脑洗的 家人们 宝宝们家人们 是吧 家人们今天给大家上一款牛仔裤 咱们日常价格是多少 299 咱们今天直播间价格是多少 29块钱 29块钱 几条 来 一条 两条 三条 够不够家人们 够不够 家人们这个口红外面市场价 999 今天在我的直播间 只要9块9 另外 电商直播也好 我做娱乐直播也好 你们在我心中 在我们俩心中 永远都是最重要 所有粉丝宝宝们 所有咱们家老粉丝宝们 一定过激的拼手术 我今天自己 和自己 当时我是问你们要口红 还是要包 是不是 来宝贝听好了 今天 所有的姐妹 赶紧去拍宝贝 来十单 生八单 来只有七单 只有七 爸爸妈妈 请拼好你的手速 今天在蛋的直播间 咱家所有808 真的 你要是我铁粉 就一分钱 别给我刷 如果说碰见 我这和有合适的东西 你家里需要又特别便宜 你就拍 你就买 大家想一想 代货主播一天 给你拍那么多品 那不就是薅你羊毛吗 有那个傻唱 呀 讲到了 没讲到 又没讲到 给我告诉你 代货主播套路才深呢 先给你 来 所有直播间宝贝们 一块钱 一块钱为上一千单 咱们值得十万人 一块钱给上一千单 来 拼手速 手到了 就一千单 那趴一下 这个男人叫斯亮 朋友们都管他叫亮子 他就是鸭子口中家人们的典型代表 亮子几年前从老家河北石家庄 来到了广州三园里 从事皮鞠皮革生意 但因疫情的冲击 以及年幼的儿子兔患重病 亮子的生意破产 他从一个事业有成的个体老板 变成了一个一跑网约车尾声的司机 亮子和他的妻子 一儿一女 以及老父亲一家五口人 如今窝居在三园里城中村的 一间两室一厅的廉价出租屋里 而亮子的偶像 快手网红二驴 成为了他人生落魄后 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我驴家的关注我二驴的人都非常聪明 他们年龄都非常大 成年人 都是成年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 不是我变了 是这个平台变了 是这个环境变了 还有这些使用这个平台 看这个平台的用户变了 变则通 通则达 达则通天下 就我这条路走 我马上就会怀疑 一条路 就比如说头脑还有户外 你这除去户外了 三万 我觉得这条道不适合 我当天除去了 我拔了五十万七十万人 我必须外 实际上我便随便 但是我觉得跟着我这么多年 听我讲八卦的粉丝 觉得我这次回来 会把八卦讲得非常好 还会给他们 带来开心 带来快乐 我能不能继续讲 我能 我能讲得好不好 能 但是平台 管理规则不让 这个社会不让 我抢八卦的 十月份 来到了广州 那时候广州 人多啊 你各行各业都能挣到钱 在这么做生意 做到第一年是亏钱 第二年就开始挣钱了 就那一天我老婆把那个账一放 哎呀咱们挣钱了 可以把那个亏的钱找平 我还能咱们还是余的钱 我一下我说这也行 也没有辛苦没有白费 刚刚放了第二天 我带我小孩去学校 哎就我感觉这小孩出了点危机 后来就去医院去看 就是你预想怎么坏的结果 他就出来了 你像那个小孩进 请压动 要花要花很多钱 你手里面也没那么多钱 那时候不想到这钱 想救命 就是一直在医院里折腾吧 那段时间把钱也花完了 亲戚朋友也都借了 但是有很多大姓的最新人的朋友 最亲的亲人 你真有事的他就没得帮你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就爱交个朋友吃点喝点 我们那儿一喝酒 那朋友啊 就就有人一口口口茶碗 就说啊 喝酒的时候就是 兄弟啊你有事说话 就是感觉挺义气的 你真他妈不有事了 他跑的他妈比比谁都快 那两一下就变了 后来情况好了 也稳定了 以前的生意也不做了 把这人也看透了 后来就 住了台车 在广州跑滴滴 我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我就喜欢弄儿驴 喜欢他直播 我又是 这心里面空虚了 或者累了 就是感觉生活没有太大的希望的时候 哎呀 我就去他公司看一下 看一下 有的时候 运气好了会降到 会降一次 简单的打招呼 哎呀我说 挺好 就是感觉他就给了我一种 提交 拼我 就是感觉 给了我一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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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怎么说呢 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梦想 他只能 只要是说在维持我们 就是说现状的情况下 他还想要怎么能够干 就怎么能够干 就支持 我感觉我自己打我心里来讲 我感觉这个行业不错呀 又是错的话 还有那么多人干这行吧 那样子的妻子很贤惠 一儿一女也很懂事 一家人虽活得平凡 但却很幸福 那样子说 当初很多人破产后 大不了去送外卖 送快递或者跑网约车 但随着经济的萧条 这些底层行业 也开始赚不到钱了 如今他告跑网约车 一天只有一百多块的收入 虽然生活艰难 但勤劳朴实的亮子 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 他们依然其乐融融 保持着平时乐观的心态 虽然新闻联播里的世界 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night 你看很多人喜欢这个主播 是因为什么呢 打一个简单的礼劳 那像生活中,我们都会说,哎呀,我靠,很惊讶,表示很惊讶的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互联网上来讲,我靠,我说出这话了,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文明,不礼貌,这叫网络暴力嘛,你这个主播说,说了,不该说的话,不文明的语言什么这那那那那,他就一顿批评你,但是,如果换作是我,我个人见解,换作是我,我就,哎呀,这主播, 是吧,就是,我觉得他很接地气,他不像有的主播,有的主播是一样,他也有很文明的主播啊,哎,真是服了,会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他就不太接地气了,直播我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有意思啊,你跟我在那坐着,跟小白顿坐着,嘿,你好,欢迎你,怎么怎么样的,我,我看你干什么呀,我个人介绍啊,我看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我,我这人也是比较实的啊,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说你弄的,搞得好像,我完全没有看点啊,我要的是跟你,我从手机上看,看你主播,我有一种,哎,很亲近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主播很接地气,哎呀,他,他生活中跟我,哦,原来生活中跟我生活的,生活中的, 模式是一样的,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并不是说,你得直播,还得端着你那个样子,哎,板板正正,你得端着你这个样子,他就失去这个娱乐的意义了嘛,直播就是娱乐的嘛,是吧,一是带过主播,第二个是娱乐直播,我看的就是你搞笑,啊,你又,你又怎么闷了,啊,你怎么闷了, 或者说你,你搞一个搞笑的动作也好,哎,你说句搞笑词也好,我就是要看你搞笑的嘛,对不对,你搞得那么,那么正规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就失去这个意义了 广州白云区江景路,著名直播带货企业,新选集团的总部大楼便屹立于此,粉丝数接近一个亿的快手网红新有志,便是这家集团的创始人,新选集团,占据了快手直播带货市场的半笔钱, 他们将自己庞大的粉丝群体称为818,每年8月18日,是专属于新选粉丝们的节日 818,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失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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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8,全体都有,向前三步, 而就在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一个疯狂的小网红,也即将开始又一天黑白颠倒的直播生活 这个刚刚从车上醒来的男人叫王老六,是新有志的粉丝,人称六哥 来自山西省旅,家中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痴迷直播的王老六,打着腰败心有志为师的炒作口号,背景离乡来到了广州,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 大家好,我是山西王老六,从山西,同步到广州,背识新疤 感谢,一路上,这是我的每一位好兄弟姐妹,谢谢 来广州,离广州就剩81公里了,朋友们啊,看你就这车车上的广阔,下载快速关注新有志818,王老六徒步牵的百姓吧,精神只为818哦,80来公里了哦,加油 今天是我在兴选门口,等待拜师的第30天了哦,嗯,徒步8个来源 相信王老六徒步牵的百姓吧,精神只为818,新总你出来见见我呀 哎呀,新总是咱们老百姓的主播,年轻的偶像,更是我王老六的偶像,必须支持起来 中午12点,锁定新巴新友志直播间,新总开播了兄弟们,锁定新总直播间哦 哎呀,哎呀,好歪,好歪,中午12点,锁定新总直播间,好歪,好歪 广州PK第一人,山西王老六,自从我成为了广州PK第一人,山西王老六哦,咱家人,不断有几百万讽刺的大网红 小和你六地打PK,虽然,天天输给他们,但是,不服说的这个精神,必须有,今天晚上8点,我盯你六地,直播间 五地六,牛逼,这样就完了,加油 加油 现在很牛逼啦,提哭的都有人拍照,开玩笑啦 在这辆小汽车里,王老六已经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虽然在快手上只有40万粉丝,每天直播间里只有几百人观看 但王老六同样效仿我向心有志,给自己的粉丝也取了个代号 以他的名字为谐音,命名为506的家人 用数字代号称呼粉丝,是快手上大部分网红惯用的方式 很多人将这些网红的粉丝们统称为数字家族 就给刷里屋里点点去啊 我不行,还是刷到这个 都点点,都点点,家伦,都点点啊 刷到这个下去吧 你那些 他俩的,我把车子,我把重点信拿好 等着等着回来,拿重点信,拿着 把车收好 往那一看,往那一看是这样的 我好了 我好了 干啥呀还,OK了吧 我在广东呢 我在广东呢 你还抱头吗,拉脑吧,红包了吧 啊,我得问问你 哈哈哈哈 这里问你,还没关心点,你这一片片片 你说啊,你说就算啊,不行完了,又撤了 大家公主姐妹们,今天晚上八点开播 昨天和那个凡日娃打PK的那个事情 人家突发做了 今天晚上他说不服干我呀 太难了 对不对啊 应该怎么说了啊 应该怎么说了 直播呢,直播呢 直播呢,直播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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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这个 可是,直接夹上来 王老六开始录制今天的直播预告 通知粉丝们,今晚八点准时收款的直播 王老六毫无底线的直播方式 也许会颠覆许多人的三观 因为在他的字典里 低俗这个词根本就不存在 八点,现在几点了 现在我说说啊 六点,六点二十六了 六点二十六了 后面来,后面来,来 我这个头里面在,我这个头里面在 哎呀,孩子 咱家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晚上八点开播 昨天被咱们打扶的那个刘儿狗的徒弟 反正我啊,惩罚做完了 今天晚上他说不服 又以后我打下吧 咱们八点开播 看一下咱们排队啊,兄弟们 一切比一切高大了啊 看,哎哎,都拍着了啊 今天晚上八点 兄弟们,不屑不散啊 干就完了 咱们应该喊一句口号,五零六 咱们再喊一句咱们的口号啊 五零六,加油 好好好 万一喊五零六,我们喊加油 来来 怎么样 来来来,过来一下 嗯 咱们再喊一句咱们的口号啊 五零六,加油 哎呀 都会了啊 都会,八点开播兄弟们啊 八点开播兄弟们,来六哥来 八点一下是吧 啊,一起进直播间就完了 好嘞 你发黑,我也发黑 我也发黑 知识啊 知识老六,知识老六 把脸上直播间来 知识老六,把脸上直播间来 去酒喝以后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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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呀 我一定回到你的身旁 等他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停下来 停下来 小火山西王老六 创荡江湖 树式灾 赫赫为名正八方 扣得了三样东西 第一要胆大 扣狠 第二要兄弟多 第三要兄弟哥们 和你六个说话 第一句 六个精简脾气不好 你六个精简脾气不好 扣PK 是快手上流行的一种 主要娱乐直播方式 他将互相辱骂的擂台 搬到了直播间里 两个网红会提前私下联系 商议好谁输谁赢的狗血剧本 并在直播前录制视频 作为预告 向对方叫嚣约战 欢迎我老大 新帮八友帮 快手一个新友之老大 大哥 别刷 别刷 一会打他就刷 大哥 千万别刷 行不行 千万别刷 老大 千万哎呀 哎呀 兄弟们公平八一八扣起来 公平八一八扣起来 谢谢你六姐清大哥 谢谢我八个 来 抓住手机 谢谢我八个 欢迎我八个 欢迎我老大 啊 啊 啊 对面没有找大哥吗 对面没有找大哥 对面榜一刷了16万 对面没有找大哥 161万 对面直接刷了161万 不刷了 是电商吗 不找大哥的是吧 扶不扶我 赢了 搞滚啊 搞对面 刷了多少来兄弟们 你刷多少 对不起 火焰大哥 你刷那么多少 来来来 坐上挖虾布 今天晚上 必须扯你一下 必须扯你一下 不扯你不行 好不好 谢谢我扯你是不 我必须扯你一下 是你咋的 是你怎么的 大众你打了大哥就打输啊 对不对 在直播中 伴随着双方的互骂 谁收到粉丝的礼物打赏更多 谁就算获胜了 而输掉的那一方 则必须接受低俗的惩罚 这个视频就是昨天晚上输输那小子 买上了吗 输了吗 三个惩罚 第一个就是出视频把自己露个盆 第二个视频是 第二个视频是当场喝全身水嘛 就是把身体全泼尺了以后 那是第二个 完了第三个是当场喝八瓶饮料 来 来 小打啥惩罚 你定还是我定 你小咋玩的 我希望你定越好越好 你说 输了 你贵到你师父面前 六二九面前 说 师父 山西王老陆牛逼 我输给他了 给你丢人了 给你败姓了 行吗 敢不敢接这个就 这种看似荒诞的直播方式 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但事实是 在双方的大量粉丝中 总会有一丝或冲动 或崇拜网红 或虚荣心作祟 或为了吸引流量的人刷出礼物 他们成为了直播间粉丝榜上的大哥大姐 成为了网红们下跪的衣食妇女 五零六牛逼 我们八又八 咱们八又八更牛逼 准备好战斗力 直播间三千人 打他的时候已经就四五千人了 你们相信我 你们相信我 我点三五百关注绵绵的 你们不用给我点红杏 你们不用点哦 谢谢直播间哥姐 请大老板们 来站到后面来站后面 记住这把PK 能输能赢 缺口咱们直播间哥姐姐 请大老板们 大力支持全力以赴了 打输了我做惩罚 如果一旦打输了 所有哥哥姐姐们 不用说丢人 输了就做惩罚 输了就有认 输了就有认 如果赢了 大家都有面子 连同我在新选公司门口了 新选团队也有面子 哥哥们 把所有的选球都打到暴击里面 所有的选球 给你六斤打到暴击里面 三百五百关注能点上 我就这么多了点不了 点一些点不了 点三到五百肯定能点上 你们放心就完了 给你六斤支持一下 暴击的时候打他来 把打五零六的气质打起来 各方各面不服他 各方各面哦 暴击的时候暴击的时候打 感谢我中国哥哥 感谢你六斤熊哥 暴击了 拿川永健打他来 川永健哥哥们 川永健首先把他灭了 川永健穿他 川永健打他来 川永健把血条打了 血条给他打非了 血条给他打非 打他来 血条打包他 血条打包来 血条打包了 都打到暴击里面 打他来 杀了干嘛 打包他来 感谢我恭喜哥哥 谢谢众位大老板 随着火箭等礼物 暴击时刻等分数加成时段的出现 王老六直播间的分数 渐渐升高 但他依然无法撼动对手的胜利 今天这场PK 王老六实际在直播前 就已经与对手定好了输赢 作为粉丝少的弱势一方 他需要抛弃尊严 借助输给对方的噱头 带给自己更多的关注 我家在有没有咱们山西的大老板 给你六斤把这把塔收了 二十秒哥哥们 没他多少分 收塔了来 十秒时间 准备收塔了 谢谢 收塔哥哥们来 收塔 收塔 打他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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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输掉PK的王老六的惩罚是 在半个小时之内 喝光二十四平壳了 疯狂的自虐式惩罚 就是王老六直播的最大看点 孩子们 老人们 所有猎器为官的陌生人 王老六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眼光 好 好 好 我现在能不能就叫你要都打开是吧 都打开好吗 好 对 都打开来 好 这玩意 这玩意 太那么低 来吧 去时间吧 你放歌 还是我放歌 你放哪个 你放歌吧 你放歌吧 我不放歌了 我先放的麻烦了 我先放的麻烦了 我给你去时间啊 你去时间吧 咱们家也记住点 咱们家也记住点 三 三 二 一 开始 当然了 王老六并不想当街猝死 所以他有他的独门秘诀 那就是疯狂的催吐 我看见到这个外面 看见到一些东西 看见到这个很厉害的 嗯 不管怎样 我们也把他们看见到 搞不过 这一回 我们看见到这个 方式吧 整个人 今天 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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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六这种火人三观的PK直播 早已遍布于快手的各大直播间中 至今依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控或者封伤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能够给平台带来庞大的流量数据 在流量和钞票面前 低俗并不重要 平台只会装作看不见 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爱看这种直播 实际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火 场沟山人 movie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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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姐妹嗎 這是很難喊我師傅 從內蒙這條街過來 都過來 兄姐姐姐 介紹吧 二十瓶可樂 怎麼可能 不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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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瓶可樂 二十四瓶 半斤多辣椒 二十四瓶可樂 一碗辣根 還有辣根 我都裡面現在說得厲害了 還有兩盒滑的 所以說 我感覺這個大批券 有輸也有贏 但是 記住了 這就是贊助 王老六 輸也輸 十時代代 輸得很精彩其實 都吐了 那不吐 能放下那麼多嗎 爹 請爸爸 我跟雷介紹一下 老六的付出 我希望 我今天看老六 哪怕是從今 找到您 給老六發一個方法 成為老六的鐵法 行不行 行不行 看到老六 今天是怎麼說的嗎 多少年 我是怎麼過來了 你們心裏面 又有個數了 他做那個 他直接做那個扯法 做經節做那個扯法 有我的這兩下 很大兄弟姐妹 千萬不要看別人做懲罰的 老六你過風了 老六 你弄死人家呀 兄弟姐妹 說實話 你弄這個打狠PK 做過的懲罰 你不用說六二九 就是他師父 他都不一定有我狠 他師父 以前打狠PK的誰和他 一個山東查理王 一個山東查理王 一個容貴穿的那個鞋子 我大 我以前都和他聊 你們記不記得了 以前就是凡霸天 凡霸天那時候根本沒有敗了 那時候只有三四十個人 你問他是不是 後來是 牛二狗火了 牛二狗火了 他們敗了牛二狗了 現在一切瓶一切瓶 不管是怎麼地 人家現在明實出口圖了 五零六 加油 五零六 加油 哥哥們 感謝了 實話 感謝你有這麼多人看老六 叔弟把PK做的太牛皮了 今天 很痛快 很痛快兄弟們 是 你還是男子漢 加油 看著就好 他們在六四面前 我現在不是 能不能聽明白 我只需要尊重你嗎 任何人不需要通告 知道了嗎 現在是 現在尊重新發 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能聽明白嗎 從山西投不下來了 人家不管接不接我 現在別對手 走你把弟弟 老六說了把懲罰給你規規矩做完 在咱們贏了之後 不用 贏了他們之後 不用動不動說 可憐了可憐了 老六也可憐了 看著今天做的懲罰了沒 各位來 來來來來 這麼看 你要準啊 咱們把咱們的戰場都清理一下 都完事了 你就不用管了 都完事了 你這手機 把這些東西給我扔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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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收拾一下東西 今晚王老六收穫破縫 他又一次用摧殘身體的方式 換來了一千多塊的收入 相較於之前 在山西老家小縣城裡的乏味生活 他覺得自己現在很有成就感 陪伴王老六直播了一整晚的兩個人 一個人稱二哥 一個人稱正一 他們是王老六的跟班小弟兼直播助理 黃昏是蘇醒 半夜是瘋狂 清晨是睡去 這就是王老六和他的兄弟們每天的生活 與那些光鮮亮麗 身家過億的大網紅相比 這些掙扎在求生線上的小主播 才是如今中國直播行業中的大多數 忙碌的新選集團開始了新一天的運轉 這家直播帶貨企業在2021年 創造了近400億人民幣的驚人銷售額 上行主婦真的好燙嗎 買了買真的快樂嗎 生活用品 生鮮水果美妝衣服 轉戰不同直播間累得我 頭多大 頭大就上新選超市囉 要啥有啥一戰式搞定生活所需 每月一次新選超市 全品類盡在新選超市 哇 王老六的跟班兄弟二哥 在下午醒來了 二哥同樣是一名粉絲 只有幾萬的快手小主播 他從吉林長春的老家一路南下 徒步走到了廣州 但他沒有王老六的瘋狂和魄力 他每天只能靠直播獲得十幾塊的收入 這座簡易的手拉房車就是他的家 如今唯一的固定資產 二哥和這些同樣舉著手機的流浪漢們 在快手上被稱為戰地記者 他們在全國各地流窜 拍攝網紅的直播活動 報導網紅的新聞 以此來吸引粉絲的關注 哎呀繼續等待吧 繼續等待吧 看就完了 家人們看到剛才拍的是誰了嗎 我都沒看到那個人是誰 實話 一會兒就發上去了 家人們啊 完了看到此視頻的叔叔阿姨 大哥大眼 留個紅心吧 感謝家人們一路支持啊 我說實話我玩快手了 也就是從五一玩到現在也有兩百多天了 就是別人PK我也看過 我頭次見出他那種 一起喝了二十四酒 一起喝二十四酒還是待當場 我昨天晚上我不是喝 我昨天晚上在現場我都想 我沒喝我在現場我都想吐了 但是我都感覺 我都受不了了 我都不知道 我一喝十冰冰換水 因為正常咋 正常我和別人PK 就是喝兩瓶 意思喝兩瓶就完事兒的 但我昨天沒心他真喝 真把那二十四 前二十瓶是怎麼喝的 就都是這麼喝的 後四瓶是咋喝的 後四瓶是到一個盆裡邊 抓上兩把辣椒麵 正常抓兩把 昨天晚上抓了四把 就是他口袋 直接倒裡了 抓了四把辣椒麵 完了他擠了一管 腦梗 和完之後喝的 哎呦 你別說他喝了 就我舔一口 我都受不了 他把那一盆的 四瓶可樂加上辣椒麵 加上那個東西都喝了 我頂不住 但我不配能玩的 實話我只能說 差不多的PK 他那有點太狠 其實我很擔心他 咱們這裡也就不說誰了 咱都知道 我很擔心他 擔心他什麼了 擔心他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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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些東西 因為我是看的時間比較長 我沒有像他們玩的時間長 我沒有他們時間長 不要太猛 太猛的話就會 就會 你剛才 藉由你剛才一句話 就是 鬼山關 就是會引導別人的一個 錯誤的認識 確實 以前在長春那邊吧 就是沒有那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開了一個小飯店 幹過面食啊 開有理髮店 完了自己也開過超市啥的 開過好多的 人情經歷好多的 我開飯店的時候 我就是 性格比較俊 你知道吧 就比較驢 完了他們在飯店就鬧板 我起就叫驢驢驢的 完了大驢二驢三驢的 完了也有關係 就是跟那個大網紅 不演二驢嗎 完了後來就是 你不定叫二驢得了 完了就 完了也有名叫二驢得了嗎 你不可能說再起名 你叫那個名 所以說改一個歌 前面是我們長春 所以說第二次官方吧 他就要你起這個名字 要不得你有重複的官方 肯定不讓你起這個名字 說實話 今天可能是我這幾個月 說話催多的時候 就你們今天 這麼多人知道我在那裡 我爸今天都不知道我在那裡 因為沒有人跟我們說 沒有人跟我們說 那就只能是對著手一說 對著不能跟我們對話 抠字的老鐵們說 可能老鐵還很少 因為沒有那麼多豐滿的語言 那你說 說什麼 對不對 很簡單就是 你好 歡迎你們 就是這樣 這就是一種生活 我沒有家了 沒有家了 但是父母啊什麼的 兄弟姐妹都很好 是不是 都很好 但是我們也不可能就是說 跌到哪裡算哪裡 不可能 肯定還是要往起站 那必須往起站 但是怎麼方式站起來 那是另說了 今天 他不知道今天 老六基本是晚上直播 基本是晚上直播 昨天太晚了 昨天太晚了 基本都是晚上直播 瞅眼 瞅眼 馬上到了 老六的徒步車也在前面 看一下等會兒 社團 我們喜歡 料理 怎麼這樣 理工 Page 那麼 ército 說 最重呢 公開 別受 我們 請 你自己去手一下 我511的时候 应该说去年511了 就今年已经1月份了 去年511 我511的时候把第二胎刚退 511的时候退 那时候正常511的话我就要走 那时候因为没打疫苗 因为全国的话都有疫情 那时候还没打疫苗不敢走 完了我是5月份打的疫苗 完了我是6月6号从长春走的 那时候我就打的 我就是我我我原先吧 就要上三亚去 就是广州 杭州三亚的三个地方没去过 原先我已经坐过车 原先没开饭店之前 兜里会也有两个吧 我已经上那边来玩一玩 那时候说实话 你搁手机一看 到海南三亚 从我们长春坐车 第五 第六天五十五天都到 太远了 说实话就没想来 这也没舍得那钱 完了这不是饭店不开了吗 完了就看快手 原先走看快手 从来都没直播 不敢去直播 不敢跟别人说话 就感觉不好意思 现在有好多都感觉不好意思 但现在好多了 就是不好意思 完了就是通过快手吧 也想去挣钱 但走的一道吧 说实话 真不挣钱 有可能有些徒步去挣钱 有些不挣钱 但我不知道 他们说有假徒步啊 这个那 我说你可以看 我是从早晨六点 早晨六点开播 一直开播到晚上八点 全天直播 全天走 除非上洗手间 做饭的时候不走 全天都在走 因为官方那边后台有记录 你看我从我走多天就行了 就是天天在走 没有一天说西 就是说下雨天不走 有一天下雨我都走 走那样式的 我就是这一个意志地 我就想到海南三亚 就通过这种方式 我就没想真成了 实话 我去了上海南三亚 待了七天 来给你们打 方一哥们儿啊 早往老六前 那个老六六点回来 我想早点回来 我想早点回来 这个就是西选七国基的门口 我来这四十多天了 现在来四十多天了 看见没有 这是后门啊 后门我也没进去过 前门就是别说那啥了 搞个团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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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那个 一个朋友 他们搞那个记录生活的 没事来拍一点 这就是西选 只会计后门一点 啊 西选只会计后门 嗯 老六带入开 老六带入开 就是吗 嗯 818的标志 看到吗 这是后门 后 后门我也没进去过 因为 因为这里边你看他们 他这后后门都有东西 看吧 那你 谁出来都是为了什么钱 就是 别话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近在指使的新选集团 是二哥和王老六等底层小主卧们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但他们却从不愿意从这个梦里醒来 对于他们来说 现实生活的压抑和残酷更加无法忍受 他们心甘情愿地在网络世界中逃避着 有什么欠缠了 你怎么还没有 我就上路了 你��你 我别玩了 你连来 那边 你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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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我那边 你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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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切入公告了 我给你们筹研啊 哦哦哦哦 好了 因为 因为新选直播机这块已经开了公告了 不要在这块直播了 所以说咱们在这块吧 筹研呢 咱就走了 是不是 筹研呢 咱就走了啊 筹研呢 咱就走 咱们不载车就行了 原先我这车是在放那块了 现在就是 街道也不让放了 就是 因为 上次来了嘛 上次那些有关部门来了 你说不让放 不让放 咱也不让放了 对不对 不让放 咱也不在这放 原先我的车就在这个位置 完了那个 天天没事了 就对着的事 新选直播机地 是不是 完了 没事 今天人去合影 那是 我感觉起来都一百多人了 哈哈 你们给房一到房六都点点关注一下 啊 鸭子 张厚乡 鸭子 张厚乡 也刚刚开始了他新一天的工作生活 做戏黑白颠倒 是直播行业的基本要求 今天 鸭子打算带我们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代质人批性 点干 rights 实际上 这个需求 现在因为网红嘛 它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它管控的也比较多了 越来越规范化了嘛 祖国也是要 entering 上岗 leer 听说也是要把这个行业 做得非常正规化 那既然做得非常正规化的话 我觉得 这话怎么去说呢 也好 对我们来说 也好也不好 因为你看正规化之后 会有很多那种低俗 恶劣的这些主播 会被淘汰吗 但是呢 有很多好的主播呢 说实话 他不能在平台上去展现这些东西 我不能说他好 就是说比较接地气那种 这家售卖女包的店铺 是万达广场中带货主播们最爱的一家 虽然名为英国MK 但与周边的其他商家一样 他跟国外没有任何关系 仅仅只是工厂的贴牌山寨货 网红李承轩来自东北 这个帅气的大男孩 如今在快手上拥有着超过800多万粉丝 当初他只是个网瘾游戏少年 但在一次游戏直播中 他被一位粉丝超过5000万的大网红看中 并迁入了公司麾下 自此改变了命远 在快手上 一个头部网红会招收很多所谓的徒弟 也就是签约艺人 组建属于自己的门派 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一样 每个直播家族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粉丝群体 我是18年4月份 18年4月份接触的快手 然后刚开始是 刚开始是游戏主播 打游戏的 打绝对求生的 世纪游戏 然后玩了大概有 三个月吧 然后就 明压师网派有人发一发段子 发一发热门啥的 就是上热门了 就长了一些粉丝 长了几万粉丝 完了就那会儿吧 然后我师父就注意到 我觉得我打游戏打得挺好 然后就这么人才要收我为徒 一开始我没信 说实话 毕竟这种骗了这么多 一开始互联网骗了这么多 一开始我真没信 然后加了微信以后 然后我们谈的语音 然后我才信 就是 因为声音是一样 声音模仿不了嘛 声音是一样的 我也觉得我信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挺那个 挺幸运的 就是说实话 刚玩快手 玩了三个月 长了七万粉丝 然后就 就有个三千万 网友说我为徒 就挺着什么的 挺幸运的 我也挺开心 然后我就从 哈尔滨第一个行李 就来到广州了 然后就一直 一点一点一点 就从 七万粉丝 七十万 接近七百万 现在是六百五千万 那三二花只推那个什么吧 只推 卡尔色 每一场直播带货 主播们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人力 物力 而且他们必须花重金向平台购买流量 俗称开机费 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 否则就会受到平台的限制 如今各直播平台的流量 是不会白白送给这些网红的 在资本面前 一切都要拿钱说话 所幸 李晨轩凭借着小鲜肉的气质 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女性粉丝 而女性群体 永远是直播带货的主力受众 所以这些包包 永远不担心没有家人们买 就是你要说一些名单的东西 也屏蔽 就会限流 你知道限流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打个比方说我正常 我随便拍一个东西 我什么都不说 只有可能是正常播放 还有可能热门 但是你一旦预热的东西 你跟他说 今天晚上几点几点 可能我要干嘛干嘛干嘛 这就属于是预热 预热视频的话就会被屏蔽 所以说有的时候 粉丝能看着刷照 但是他们没点下来 再刷就刷不了 你就得买头条 买热门 买推广 然后呢 推到发现页上 发现页上 特别难 互联网的嘛 这个工作又不是特别稳定 说实话 猫一天 狗一天 就是好一天 坏一天 有可能今天咱们人气很高 有可能咱们过两天就拉了 就是不红了 不火了 所以说 不量网嘛 就是玩一天 稳定一天 努力一天 就是当一天 合唱 秋一天冲嘛 就在万达广场几公里之外 广州与佛山交界的里水镇 亮子又一次来到了 我乡二驴的公司楼下 在跑车的间隙 来这儿等待二驴 短暂见上他一面 已经是亮子的生活习惯了 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呢 也是经常看他们直播啊 你像他们这个主播啊 他给人就是感觉就是真真正能看到能摸着 他们在直播间也会说公司在什么位置啊 像我们的也就注意 喜欢这个人就注意到他的说的话 后来我就找过来了 就找过来了 实际在亮子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能在二驴的手下当个司机 他渴望借助偶像 改变自己困苦的生活 但这个愿望依然遥不可及 去旁边有一个那个塔座 在那儿在一会儿 就在那儿坐着 就跑夜班 看他们如果跑 他们网上直播的时候 我一跑夜班 网上过来 过来 运气好的时候 就能降上一面很快 运气不好就是 他们忙到很晚 有的时候会通宵 我有的时候也就在这里 我就一直等到他下边 看他一面 给他打个招呼 我就回去了 今天亮子没能见到二驴 因为此刻二驴正在新选集团 与新友志一起直播 师傅 这好像是你俩第一次在直播间 我俩 咱俩第一次 第一次 首次 都为了你 都为了孩子 干了两年多 我跟二驴第一次在直播间 一起出现 谢谢 解个图吧 兄弟们 留个念吧 好好的来 而在新选总部外 六哥也再次苏醒了 咱家506的兄弟姐妹 我老六生意有感而发 快手一路走来 劳备不堪 我老六和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我辜负大家了 所有在我直播间 你每天带节奏骂 黑我的买味 楼铁家人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 少让我老六站起来 对吧 可是我还是 旅战旅败 但是我 从未停下 前进的步伐 因为我介绍 揭负着 责任于使命 大家好 我是王老六 每晚八点直播 给大家带来 不必要的 精彩 PK 506 加油 加油 小鲜肉 我们尽量手打吧 没办法 如果人家是地刀打的 也算 不管人家都是企业 什么 他不说了 手里可以做成果的 但是对面绝对小鲜肉 手里都打不动 是吧 他不说了 行不行 行不行 今晚依然是同样的PK直播 王老六又准备了 更加残酷的自虐惩罚 等待着粉丝的观众 专注 流量的增长 你能讲明白吗 兄弟 你能讲明白吗 直播剪走就两三万人了 六二就说实话 六二跟我 直播剪几百万人去了 我说实话了 你们徒弟吸了几个 你重说下这句话 哎呀 你自己跌两群 我说了 这个一头白饭的大姐 是王老六的粉丝 他今晚专程慕名而来 希望六哥 能给同样玩快手的他 点一点关注 长一些粉丝 六哥很享受这种粉丝 崇拜的成就感 哪怕 只是个老太婆 不是 他是东洋人 他是东洋人 在广州发展多少年了 大家支持一下 没人解 都解了 兄弟们 再给跌脚 再给跌脚 来 来吧 我给我谢朝银 都解下来 来那谁 来过来一下 来 过来 一会儿一会儿微信上说 我不用说求求话 我直播的时候 来 你或者微信上 我还能私信 来来 来来 你的话 就直播下来 来 我如果我王老六这两天 有两大哥捧我 你看我的人气 能不能从三千丢下去 我如果他的大哥 又化成是我的大哥 你看我行不行就完了 兄弟 但就在PK即将开打之时 王老六远在老家的妻子 给他打来了电话 阻止他继续自虐直播 让他回山西老家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老六只得暂停直播 试图先说服妻子 最终 老六对妻子做出了妥协 他答应今晚 不会再喝24瓶可乐 或者两桶油 或者三十瓶啤酒 或者是早已准备好的肮脏液体 今晚他只会做最简单的惩罚 人家特别城市户口 他就赖人 无所谓赖不赖人 喜欢咱的就点一下 不喜欢咱的没关系 兄弟们 就那时候 我等你帮你脾气啊 实话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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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系啊 三级人要团结啊 三级人要团结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今晚的惩罚毫无看点 老六的直播效果非常差 直播间里仅仅只有100多人 礼物收入含不到100块 但他仍然拒绝了妻子让他返回老家的请求 他已经爱上了直播间里 这个充满成就感的自己 但是他做不到 能播出 你看看他的髮型 直播 对于王老六这样的小主播们来说 对于快手等平台上 形形色色的家人们来说 似乎已经成为了 他们严重依赖的精神毒品 在短视频直播的这个虚幻世界里 你可以发现很多在现实世界中 无法看到的人和事 他们是那么的光怪陆离 那么的疯狂肆意 哎呦 我说卖地也最无法 哎呦 哎呦 哎呦这啥火了这是啊 哎呦我 你抽了 我会你妈的个B 啪 咖 Willy 咖 Willy 发生劲 快拚 看 马亚 怎么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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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